欢迎来到天元维席频道节目 我是吴新宇 本期的长行讲座呢 我们继续讲解这个无忧角的其他的一些变化 当这个黑旗守了无忧角以后 我们前面讲了 黑旗这个是空角的一些变化 以及黑旗往这个方向拆 往这个方向拆等等白旗的变化 但是呢 如果就是说 这个方向以及这个方向 两个方向都被白旗拦住了以后 那么无忧角是否还真的无忧呢 我们是不是就需要这个来探讨一下 需要来探讨一下 这个周边呢 可能白旗呢 会有一些指 会有一些指力 因为白旗 很明显 就是说呢 它不会直接就拆到这个地方 有时候是 这一带有指 或者是拆二拆过去 有时候呢 是这里是高位 逼过去 我们展示呢 先不管这些 但是呢 大家心中啊 就是说呢 边上呢 还是这里 白旗呢 应该是有一些指令的 那么两边都被这个白旗紧紧的封住以后 那么无忧角可能就不见得这个无忧了啊 就不见得无忧了 那么黑旗对这个无忧角 对白 白旗对黑旗的无忧角 有非常这个严厉的冲击手段 有非常严厉的冲击手段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手段呢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要进行冲击 肯定呢 要从内部啊 来瓦解这个黑旗的证实 如果只是单纯的啊 从外面拖一拖 那么黑旗 简单的硬住啊 手足脚地做活就行 这个你从这边拖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它就是简单的应对 就可以了 那么从内部来是肯定的啊 是白旗所以需要从内部来的 但是靠山山啊 虽然在某些骑行下 是对付无忧角的要点 但是呢 在目前情况下呢 靠山山呢 并不是太好 黑旗呢 简单的啊 顶住 这个不要不要硬 不要用强啊 白旗呢 没有活脚的手段啊 白旗没有活脚的手段 白旗如果立啊 黑旗就挡住啊 这个脚上啊 白旗 走不出任何手段了 那么白旗只有扳 黑旗呢 就挡啊 白旗退的话呢 黑旗就都跟着硬 提掉啊 这个其冲击量啊 白旗呢 也就是在棺子上 可能获得了一小小的一点的便宜 啊 这个呢 白旗不行 那么 白旗对这个无忧角啊 冲击有利的一手呢 是在哪里呢 就是靠 靠在这个位置啊 由此一靠以后啊 这个黑旗这个无忧角啊 就不一定无忧了啊 黑旗当然最强的反击啊 是挡一个啊 最强的反击是挡一个 在挡一个之前啊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黑旗如果退让 有些什么下法啊 黑旗退让啊 最简单的下法呢 就是 三三加住 三三加住 白旗立啊 白旗立 那么呢 黑旗也只有拐住 也只有拐住 白旗呢 阿鲁渡过 这个结果 可以说呢 白旗获利啊 非常的大 首先 黑旗脚上的木树啊 已经就是说呢 被白旗呢 破关了 已经被白旗破关了 那么第二呢 被白旗不但破掉木树以后 黑旗这个脚 还是无法做活的啊 还是没有活旗 这个挡之后手 你挡 白旗就尖 白旗就尖 你尖这个 白旗呢 可以爬啊 在这个局部 是做不活的啊 跟外面来说 外面白旗可能还有子力 这个呢 黑旗呢 可以说呢 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变化 三三加 不行 那么 黑旗呢 从二路搬怎么样呢 从二路搬 如果白旗只是贴一个 那么黑旗完全可以满意啊 黑旗就连回来 等于我家的时候 你没有立下去 往回退了一个啊 往回退了一个 这个白旗是 很难这个接受的啊 你退一个以后 白旗也就是 只有压啊 黑旗都老老实实的 钻上 这样的话呢 这个白旗可以说是 没有任何的收获啊 黑旗呢 依然很坚实的 守住了脚啊 不断做活呢 也获得了了 不少目数 但是 当黑旗二路搬的时候啊 白旗不会轻易的 这个退让 白旗呢 他会 继续往里深入 继续往里深入 继续往里深入以后呢 黑旗这时候不 不可能再爬了啊 这个这个爬就不是围棋了 被这个白旗拐 那么黑旗呢 只有挡住 挡住以后呢 白旗可以 拐下来 注意拐下来 白旗可以拐下来 黑旗还得接上 如果接上的话呢 白旗可以扳 可以扳 脚上 局部来说呢 白旗呢 就是可以做活的啊 拐 白旗 想做活的话 当然很容易 虎一个呢 就活了啊 虎一个就活了 但是白旗他不会这么 简 简单做活的啊 白旗他会沾上 这个黑旗几乎就是说 无法应对啊 白旗 黑旗如果 如果沾上 白旗直接就给黑旗断上去 这个已经形成两边 黑旗必是一边的状态 你从这里打 他就退啊 这个里面气是不够的啊 这里面气是不够的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你点 他就挡住 你点他就挡住 这个气是明显不够的 你搬他就接 这个 这个黑旗气不够 那么 如果 你从这边打 白旗藏啊 你要补这个断点呢 这边死干了 这边死干了 这个 黑旗明显是崩溃的形状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啊 当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二路斑 也是不成立的 也是不成立 那么黑旗呢 只有一个下方的就是挡住 直接挡住 那么一个下方的也就是说 只有呢 直接挡住 那么当你直接挡住的时候啊 也不要侥幸或者寄希望于啊 白旗会搬过去跟你说光 这个太成这个侥幸心理了 那么黑旗很舒服的打吃啊 提掉 坐火脚上啊 渡过难关 这个坐火脚上渡过难关 白旗 肯定会采取最凶的下方 那就是 当你挡住的时候 白旗 往这里挡 这个下方是 非常的严厉啊 非常的严厉 接下来黑旗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黑旗首先在这边一带印是不行的啊 立它也搬啊 你搬这个呢 它也可以搬一下 白旗就度过 白旗就度过 这个 这个黑旗呢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因 因为你现在不能打下去啊 你如果打下去 这个打吃下去啊 表面上白旗虽然活得很小啊 活得不大 但是你这个外面黑旗残留的这个断点 无法坚固啊 这个白旗呢 这一断以后呢 黑旗这两边很危险 要死旗 所以在这边硬是不行的 那么呢 黑旗如果就老实的沾上 老实的沾上呢 这个呢 显得呢 也是有些缓啊 有些缓 白旗呢 可以通过斑章 先手啊 白旗可以通过斑章的先手 轻松的坐活脚上啊 这时候可以伸手加一下啊 那么 你要组度呢 我这边斑章啊 斑了 现在可以虎一个啊 斑虎啊 这个脚上活了 已经 还是先手 那么通过这两斑以后啊 白旗几乎可以先手活脚 然后呢 再跳起来啊 或者是跳这个 对黑旗呢 整块旗啊 进行攻击 这个旗黑旗也是 比较吃亏的啊 也是比较吃亏的 嗯 脚上的木呢 没了 自己呢 连一个眼呢 也没有 黑旗呢 很 很不好 所以说呢 呃 大家需要注意 当 白旗现在靠入的时候啊 黑旗的姿态一定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甚至于来说是呢 是要抱着一种啊 坚决防守啊 这个姿态呢 来呢 与白旗呢 对抗啊 不要认为我是无忧角 白旗进来了 我还要啊 占点便宜似的 这个时候能够 把自己啊 安稳的走活 已经呢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结果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黑旗啊 接下来呢 应该是如何呢 正确应对啊 当白旗爬的时候啊 当白旗爬的时候 当白旗爬这个的时候 那么呢 黑旗 那么黑旗就是说呢 呃 最好的下法呢 是这个顶住 是顶住 这个顶一个的方法呢 是比较好啊 他呢 主要的目的啊 并不是继续攻击这个白旗的这个角啊 而是呢 就是说呢 呃 加强自身 白旗 黑旗 白旗呢 接下来帮张啊 白旗不能跟着硬了啊 你现在跟着硬的话 那黑旗再 这个一帮张 这白旗就不行 这个白旗 啊 这个白旗已经死了 白旗是肯定不能跟着硬 白旗呢 也只有斑张 也只有斑张 如果白旗要想强行断的话 要想强行断的话呢 这个还是 呃 有些过分啊 这个还是有些过分 那个黑旗呢 就这么打吃出来 打吃出来 接下来呢 斑张也可以啊 如果这个拖啊 白旗不能斑的话 黑旗斑张也可以啊 就斑张 白旗立 最强的变化 这个都是 黑旗立下来 白旗张上 白旗张上 黑旗 如果能拖的话 白旗不能斑 白旗不能斑 黑旗呢 有加啊 或者是有断的手段的话呢 这个呢 白旗 不成立 这个这个变化呢 白旗不成立 白旗直接断 即使啊 白旗这一带可能有纸啊 黑旗不能拖的情况下呢 黑旗呢 也不用担心 黑旗可以单立 白旗党 黑旗斑啊 这都是双方对杀的手筋啊 白旗呢 手筋呢 是先断一下啊 先断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先断 然后跳一个 然后跳一个 这个呢 是这个白旗啊 这个是可以说是 白旗呢 最强的下法啊 白旗最强的下法 断一个跳一个呢 是对杀的手筋 但是呢 即使这个对杀获胜呢 这个外面这个断一个 实在是这个是太损了啊 实在是太损了 这个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呢 黑旗即使死掉 即使死掉以后呢 这个外面 黑旗已经走得很结实了 这个黑旗呢 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所以白旗断 是不太好的啊 白旗断 不断呢 就是说呢 白旗的 手法呢 也就是说呢 只有斑张 斑张 黑旗呢 如果急着慢慢斑下去 这个呢 略显了 过分 因为呢 这个时候呢 白旗就算粘上 就算粘上 如果你粘上 虽然说 白旗现在不能断 虽然说白旗现在不能断 因为你断的话呢 被黑旗一跳就跳死了 但是呢 白旗呢 有机会走到 这个长 有机会走到这个长 由于有这个断的 黑旗呢 还得补啊 白旗呢 再加完以后做活 这个黑旗呢 不是特别的满意 不是特别的满意 那么呢 这时候 当斑的时候 当斑的时候 黑旗呢 还是呢 考虑啊 以手为主 以手为主 那么 那么 以手为主的下法呢 它就是什么呢 先斑这个 斑这个 这时候呢 白旗有两种选择 白旗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 就是顶住 一种就是顶住 顶住以后呢 白旗在脚上 可以说 获利颇分啊 这个黑旗当初的乌游脚啊 这里面的木树 不但没了 被白旗走了几瘦以后 白旗还乘出呢 石余木旗来啊 在这个脚上 白旗木树的收获 还是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 不过呢 黑旗呢 在外面啊 能够厚实的暴死 这一个子啊 在外面呢 也是有不少的收获 黑旗 由于在自身比较弱的情况下 能够走成这个形状 黑旗呢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变化 来讲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选择权呢 在于白旗这一方啊 看你是怎么认为的啊 当然白旗如果觉得这样 还不够满足 那么白旗呢 还可以呢 有更好的下法啊 也更好的下法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白旗啊 更积极的下法 就是退 就退 不让黑旗这个轻易的 做活 不让黑旗这个轻易的做活 那么呢 黑旗接下来啊 这下可以扳下来啊 大家注意 在很多情况下呢 黑旗这下压啊 是不见得能压着的 因为这边呢 白旗这个子之前呢 有可能是拆二拆过来的 也有可能大飞大过来 这个压啊 不见得是先手啊 不一定白旗 有可能唬出来 或者顶住 白旗呢 不一定是要退的 它有可能也是扳出来 包括这里有个子 它也可以扳起来 这个不见得能压得着的 那么呢 黑旗现在 当然呢 是可以扳这个了啊 扳这个扳下去 那么呢 白旗粘上 白旗粘上 黑旗粘啊 白旗夹 这个都是要点啊 大家注意就是说呢 不要这个轻易的 在做活之前 一定要记住 要先夹一下啊 如果你已经活了 再去加 这个黑旗 它就不一定需要 这个阻度了 黑旗就不一定需要阻度了 那么这时候呢 黑旗啊 我们看看 黑旗如果立下来 如果立下来 白旗呢 就可以呢 考虑呢 在脚上做活 当然白旗 还有更积极的考虑的话呢 可以考虑点一个 可以考虑点一个 点一个 黑旗呢 呃 暂时呢 不易反击 啊 如果你扳这个的话呢 黑旗断 黑旗断 这个 呃 黑旗被白旗断开 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黑旗呢 本手呢 也就是虎柱 也就是虎柱 白旗呢 退一个 白旗退一个 黑旗补柱 然后呢 白旗再 做活 然后白旗再做活 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呢 白旗啊 破掉了黑旗的木 同时呢 让黑旗呢 这个旗啊 就是说呢 整块旗变得没有活 但白旗呢 也有不少的 就缺点了 就是说呢 白旗 这个所得的木数 非常小 非常少啊 因为从这边来说 结算这里有个子啊 因为白旗 从这边来说呢 由于这个黑旗有挡 有力啊 这个先手味道 这里 根本没得到什么木啊 脚上呢 活的本身也是非常的小 而这边呢 由于有黑旗呢 有了这个硬推以后呢 就是说呢 以后可以拐 可以拐起来 这个白旗这边呢 也没有得到什么木啊 这个结果呢 白旗呢 木数呢 所得很小 但是呢 嗯 好处呢 就是黑旗没有活 这个要看 白旗对黑旗的攻击 有多大的这个严厉性 如果 黑旗 这个不利 搬一个啊 这个旗呢 就不太好 搬一个不好 这个旗有时候 旗有大家很多 想着搬一个 搬一个呢 它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呢 白旗的历史线索 白旗的历史线索 有此一例以后啊 这个脚上白旗实际上已经活了 已经活了 白旗可以呢 安全的拖鞋 抢在外面的这个要点 不管你怎么走啊 我就说哪怕是跳一个 你这个两个交换也是损的 或者说直接飞出来 都有可能在这边有指的情况下 脚上呢 你黑旗 你搬我就打啊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活旗 所以呢 黑旗的这个搬 是不太好的啊 黑旗的这个搬呢 是不太好 这个 如果黑旗觉得刚才啊 被白旗那样这个收花起来 攻起来呢 负担比较重呢 黑旗呢 在白旗这个加的时候呢 也可以采取呢 这个稳健的下方 车推下方呢 就是直接虎一个啊 直接虎一个 但这个下方呢 目数呢 相对呢 稍微呢 有所亏损 有所亏损 那么白旗度过 黑旗再虎啊 这样交换以后呢 当然呢 这个 死活 黑旗呢 是不用担心了 死活 黑旗是不用担心 不过呢 白旗所得的目数啊 也是非常的大 也是非常的大 这个 白旗在这一串以后 所得的目数呢 也是非常的大 黑旗呢 嗯 这要根据这个情况 来进行选择啊 根据这个情况呢 来进行选择 一般来说呢 黑旗不是在白旗攻击很严厉的情况下呢 是不肯啊 做出这样的那个选择 这个黑旗啊 还是有些委屈 这个黑旗来说呢 还是应该啊 就是直接呢 立下去 直接立下去 形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变化 白旗点的是比较好的啊 如果立的时候白旗只是长啊 首先黑旗就有可能不硬啊 杀这个杀这个白旗 杀这个白旗 其次它就算不杀脚啊 黑旗就算虎一个啊 白旗在做活 黑旗在飞出来的话 这个形状 黑旗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舒服啊 非常舒服 最后呢 就是说呢 呃 补充一点啊 补充一点就是说 在这我们所摆的所有的变化中啊 白旗这个子 白旗这个子啊 在 在 后退一路啊 这些变化 白旗这个子 位置在这里的时候 后退一路啊 这些变化呢 白旗啊 依然成立 白旗这个变化 依然成立 大家 由于前面有了解说啊 我们就简单的摆一下 爬 黑旗顶啊 如果你粘上 他依然搬粘四线手 加完了 还可以搬粘这个 那么 搬啊 你要搬这个呢 白旗依然可以搬得粘 你要是 搬完 白旗退啊 也是可以的啊 白旗退也是可以的 你黑旗搬啊 搬的时候呢 就是说呢 白旗粘上 当你黑旗虎的时候呢 白旗可以啊 不在 不在这个 脚上做活啊 而是呢 直接立下来啊 直接立下来 这些变化呢 白旗呢 依然呢 可以成立啊 因为有了这个立以后 这个弯 依然是先手 这个脚上呢 黑旗是 无法杀白的 这样子 对局呢 呃 在实战中呢 也是出现过啊 也是出现过 那么黑旗接下来呢 也是要啊 把自己旗形 补好了啊 补好了 走干净了 这个呢 这样呢 双方呢 形成一个呢 比较这个 常见的变化啊 比较常见的变化 这个结果呢 反正白旗呢 呃 在木树上啊 我们说呢 还是锁得不少 锁得不少 因为这边 都锁住了 这边 也都锁住了 那么呢 比较顺利的啊 掏掉了黑旗的这个脚 这个变化呢 白旗呢 应该也是可以 就是说呢 满意的 大家看完这个前面的所有的变化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明白一点啊 就明白一点 当黑旗无忧角 两方面都被白旗拦住的时候 特别是紧紧的拦住的时候 更加危险 就是黑旗的无忧角啊 实际上呢 完全不能说无忧了 可以说呢 已经是呢 非常的有忧啊 那么 作为黑旗的一方啊 作为黑旗的一方呢 就是说呢 呃 其实 咱们白旗啊 不管从这边逼过来 和这边逼过来的时候呢 黑旗啊 轮到黑旗下的话呢 白 不 跳起来啊 就是跳起来 这一手旗啊 其实也是 非常大的一手旗啊 完全有一手旗的价值 表面上看上去 没有走到木树啊 但是呢 第一 它完整的 守住了这个脚上的空 脚上的空 第二 它跳出来以后 黑旗旗形变后 以后对于白旗这一些的地方啊 这些地方 如果即使白旗 即算白旗有止啊 对于白旗的这些地方啊 都会产生了很多手段 就算拆啊呢 我可以从上面压 再一个呢 就是说呢 也防止了白旗在中间的扩张啊 因为白旗也可以封住扩张 这一跳呢 完全呢 是有了一手旗的价值 所以呢 不要觉得这个没看到木 好 本期的那个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啊 关于乌游角的这个 变化呢 我们到此呢 也告一段落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者给我们发 e-mail呢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尽量呢 给你们回复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